大家好,又是我Thomas 我真的好久都沒有拍片了 所以我今晚的起心肝想拍一條片 分享一下錶 你看到我桌面 有本書,有一支英國旗 還有一些錶的牌子 我今天就是想講英國的軍錶 很多時候我們一講英國的軍錶 我覺得最能夠便宜 CWC的W10 或者Hamilton的W10 再貴一點就講Omega 再貴一點就Rolix這個5517 講到這個5517 真是前陣子也有段估計 通常517我只是在那些書裡看到 現在講回大概三四個月前 有一次我在尖沙咀半路中心 裡面不是有幾間舊錶店 我不是在一個舊錶店裡 誰知道走走走看見到有一間店 它本身不是買舊錶的 應該是買其他納納雜雜的古董的東西 但是它的門口就放了幾隻舊錶在那裡賣 我站在那裡看 老闆出來應酬我聊 聊天聊天 誰知道原來它手上就是戴著這隻5517 我真是第一次看到實物 我不敢說留定見 但是 我相信應該都是見的 那隻錶 我相信的 如果當那次我真的看到那隻是見的話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5517 好了 講回我今天想介紹的 其實我今天最想介紹的就是Presistant這個牌子 那如果這個牌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好了 那我現在手上拿著這隻Presistant 那其實我真是reissue來的 那如果它正常的 不要說正常 就是它原裝第一隻出的時候就是Presistant93 那我講一下這個Presistant93 那其實它那個外觀 其實跟它現在reissue這個 是很相似的 只不過有個分別不同的就是 就是那個Trulium Original那個是寫著T 那我這個寫著L 那就是 底部一定有些不同的 但是它那個錶殼 那個Basso 還有Dial 就是這些 60個Minute這些 都是很相似的 但是那隻錶呢 就真的一點都不便宜 我第一次在24C 看到的時候 是賣3萬多元 然後我就想有沒有人買呢 那真的過了幾個月之後有人買了 之後再過了幾個月 我相信是同一個買家 拿出來放在ebay那裏 就標了4萬多元 也都買走了 那其實這隻錶也真的有人買 但是其實我也很喜歡這隻錶 但是呢 有一點我過不了我自己 就是 你叫我拿幾萬元出來 買一隻 不是走automatic 走石英 我又沒有過得到這個心理慣口 所以 買了一隻Reissue來 指壓咳頂著 那如果 如果Presistant的Reissue那些錶 那我就 我拿一個Full Set出來 那它就 那它就 啊 那就 對了 如果Reissue那些錶 就有一個叫Time Factor出的 其實Time Factor出很多 很多英國的 就是當年英國 幫英國 出的錶創 譬如Smith 那些都有的 那是我這隻 Reissue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什麼 它再有一個 天文台認證 沒有多行字 覺得 帥哥 帥哥 對 那這本就是它那個 Menu 如果這一隻 Presistant 93 哇 真的很棒 但真的 買不下手 那我最終 最吸引到的 就是它那個 那個 它那個 錶殼 其實跟 這個 這隻叫做什麼 這隻叫做 Burnas 對 跟Burnas這隻 那個殼都比較相似的 濫鬱型 是的 那也是這一樣東西 就是吸引到我 而且 它 是的 就是它也是很簡單 它那個款 是的 那這個 Presistant 除了 當年這個 Presistant 93之外 它也有 好像CWC 那樣 出過有一隻G10 是的 也是行石英的 那好了 那Presistant 除了行石英之外 呢 有一隻 呢 Presistant 82 呢 哇 這隻 真是超貴 它是唯一一隻 是行 自動的 那這隻 我看到Ebay 有人拿出來買 是賣到十幾萬 即18萬港幣 真的沒見過 也沒見過 有人拿出來放買 是唯一這隻 是的 那所以 我想這個牌子的 錶 都 真的可能有它的價值 還有我最喜歡的是 用鳥草蛇 是的 好 那我今天講了這麼多 那 多謝大家收看 好 好